因为我是新人 就时间到了不下来 不要欺负新人 我们有请我们的龙主委 主委 本席透过电视媒体 看到你的时候 感觉到你是蛮严肃的 但是经过几次 我们有接触之后 感觉你还是很温柔很亲切的 在这边 龙主委 你是道道之地的 我们的文化人 现在我们目前 我们文化的领域 是非常广阔的 你有没有准备好了 要面对我们各文化界 来对话 你有没有信心 能够让我们文化界 对你有认同跟支持呢 李议员 你说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不起我还在讲议员 国会议员 李议员 很重要的部分 我会尽力 但是是否我能够做到 让大家都满意 我不知道 我只能受尽力了 譬如说现在 我今天已经上班第15天 可是前面14天里头 文化界的朋友 都还没有见到我 我连见他们的时间 来听他们的时间 都还没有 为什么 这14天 我做的全部是业务的盘点 所以 我是希望他们多给我一点点时间 只能尽力 那你就要尽力努力了 主委 在我们桃园 大西 有一个地方叫武德殿 就是我们凤飞飞 她逝世之后 我们暂时把她的一些文化 文物在我们的大西的武德殿 来展出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极力的 跟我们的县政府来沟通 马上的就来在我们大西武德殿 作为暂时性的那个纪念馆 来展示我们凤飞飞的一些文物 衣物还有CD一些DM的东西 就是要让我们一些凤鸣 能够缅怀 有个那个情感的释出的一个管道 但是 现在我一直都没有看到 我们文件会 就要升格成文化部了 对于我们国宝级的艺人 我们有没有需要说 来建一个纪念馆 来让我们这个国宝级的艺人 把她的文物来这样子的展示 能够让我们的文创 也能够有给世人一个 留下来一个好的纪念的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式的纪念馆 没有办法把她的文物 可以所有的凤鸣 没有办法把它捐出来 他们舍不得 因为现在暂时展示的东西 以后都还要归还的 所以我想请问我们的主委 我们这边有没有人跟我们的凤飞飞的凤妈 或者是我们她那边的亲属 有见面 有对话 来沟通这个事情 余委员 目前的状态 状况是这样 因为流行音乐 还属于新闻局的业务范围 所以在这个部会 彼此尊重的前提之下 他比较少说 我去越过我的这个围墙 我来管你的事情 但是在5月20号新闻局的流行音乐 也变成文化部的业务之后 它就会是我们将来要去关注的事情 这是第一步 因此到目前为止 我们文件会其实是比较没有立场 说跨过手去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第二件就是说 凤飞飞 其实还有其他的 都是我们的共同的记忆的宝藏 这个概念 那所以是要思考说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您所提到的这个纪念馆 或者是什么样的性质 这个很可能在我们现在进行中的 会南北各有一个流行音乐中心 可能是可以照顾到的层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是我会非常的小心 就是在以后的文化部 在做任何的硬体建设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东东西西有太多硬体建设 而它的内涵 它的未来的营运 跟它的走向 其实都不十分清楚 所以将来就是要做 这样的纪念馆 或者硬体建设的时候 我也希望是非常慎重的 把后面的营运 以及它真正的方向 全部都想清楚了 才会动手去规划任何硬体的建设 所以基本上是这三个层面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主委 能够给我们的世人 有这个文创的资产 把它移留下来 好不好 接下来 今天很多人都谈到梦想家 主委 在你上任之后 我记得你讲了一些话 就是说 传播是文化 其代文化部是柔性 而且是强势的部会 那文建会 不能把像石头丢到水杯里 要像方糖融到水里面 本西也是非常的认同 但是可是我们文建会 在这个这么多的争议当中 是感觉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情形再发生 还有我们的梦想家这个活动办完毕之后 只有凸显一件事情 就是钱要怎么花 我们花钱要怎么样公平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要扶持我们的文化艺术的团体 不能靠补助来帮我们的文化做发展 会有非常多的盲点 而且发现说我们的活动都是来强化我们发展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的活动花了这么多大钱之后 是不是有值得的不值得的问题发生 而且我们办的活动民众喜不喜欢看 看了之后有没有办活动完毕之后 有留下什么可以传承给我们地方的 所以在这边我要问我们的主委 你可不可能在这个创作上 有没有可能性让我们的创作能够留下来的 是 卢委员就是我刚刚今天早上一进来就说 将来的文化部它不应该是一个康乐活动组的这个概念 这并不是说它不应该做活动 比如说梦想家的那个活动 而是如果我们做任何活动的话 那个活动应该是 一 钱用在刀口上 二 它的每一分钱当它砸下去的时候 都要想到说它是不是会发生任何永续的作用 有砸根的效果 这是您所关心的 那所以因此我想梦想家它有一个正面的意义 这个正面的意义就在于说 它其实使我们的文化官员在做决策的时候 要可能是更细致的去想到它 一 它的文化政策的全方位的思想 它到底符不符合 二 在执行的层面要更细致 然后跟民间的沟通 在于资源的分配的全面的照顾上 它到底合不合乎那些原则 我觉得它的正面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政府部门 在将来做业务的盘点 做补助的机制 以及在于我们执行面的细致上 对我们是一个很重大的提醒 是 所以我们花钱办活动 要让我们的文化得到经验还要传承下去 是 让地方能够有辞职上的受惠 继续的传承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诶 诸位 在我们台湾灯会的时候 您提到希望定点来办理 但是我还是比较支持我们交通部毛部长的说法 因为灯会 办理灯会的话 是县市轮流办的 这可以让带动着我们各县市地方上的发展 是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说我建议说 我们的文建会在升格为文化部以后呢 我们的电影事业 可以让我们的文化部来接受 就像我们金马奖 在轮流办各项活动的时候 地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像金马奖这大型的活动 需要大的场所 欢迎我们国际寄星 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观众 如果说你用轮流办的没有地点 你临时搭建场地 在办完活动一个晚上之后 你就拆掉了 浪费了很多的金钱 所以金马奖的活动 比较适合定点在县市有大的场所 再来办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希望主委 你能够支持我的想法好吗 因为这个也是从新闻局要移拨过来的业务 所以在这方面我一定是在做业务盘点的时候 也会把您这个建议纳入考量去研究 就是我们灯会 灯会是在各乡镇县市来轮流办 那我们大型的像金马奖的活动 就有定点有适当的地点在来主办 灯会其实是毛部长的职权 我那天只是提出一个想法让他参考 那至于说您提的金马奖 就是我们在做电影那一个业务的盘点的时候 会做讨论 去研究他的可行性 是 接下来就还有一个问题 就要请教我们的主委了 像一般的街头艺人 他们希望说能够给他们一张证照 就能够一游全台 那但是现在地方自治 只有地方来认证的话 会不会说他们的水准 他们的资格上会不够于公平性 如果说我们各自去评选 各自发证照的时候 让他在到了各地方的时候 要重新申请执照 让我们的艺人 街头艺人这个证照 能不能由我们的政府 好来来办一个比较标准 有规格式的来认证 李委员 你这个题目真的太有趣了 因为 让台北市的范围内 街头艺人被允许 在台北市的范围内演出 是我在做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 从接任之后 第一天开始你那个办法 一直到我离职的当天 所签的最后一个公文 使得街头艺人 因为你各地方去发照的时候 他们的条件资格撑差不起 而且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权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你现在提出了 现在变成是全国范围之内的处理 这样子才能提高他们的水准 我们列为研究的项目 谢谢 好 那就问到这里 谢谢李委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